空间环境与地面环境有着天壤之别 首先太空中高度真空 没有氧气 没有压力 如果没有任何保护 人体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 很快就会窒息 而且身体也会由于内外的巨大压差而爆炸 体液会迅速沸腾气化 其次太空中温差极大 由于没有空气对流 航天器朝阳面温度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以上 而背阴面则会在零下100度以下 在远离地球的深空中 温度则达到零下200多度 另外太空中还会有致命的宇宙辐射 再者太空失重环境 特别是飞船上升返回阶段的加速和减速 会使人体发生平衡功能紊乱 体内组织移位 肌肉萎缩 骨质脱钙等病变 要在这种环境里保证人的生存 就必须研制出与太空环境隔离的飞船 飞船中要配备能供人正常生活的空气 水温度等基本生命条件 一旦航天员要走出飞船 到太空中工作 所有的生命保障系统便会由航天服提供 作为人类在太空中的生命铠甲 航天服是保护脆弱人体的坚强防线 对生命的保护功能甚至相当于一个简约版的飞船 请问舱外航天服为什么设计成白色的 A为了美观 B反射太空中各种辐射 还是手快请答题 其实航天服大家也都知道各国有各国不同的形容 但是看起来大同小异 但是舱外航天服它跟舱内的穿着的衣物是不一样的 舱内航天服对抗的是微重力环境 对抗的是几乎完全真空的空间 以及强大的宇宙辐射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各个国家也在想不同的办法 让航天员呢穿着这些衣物啊 更加的舒适 所以这一套系统呢 应该讲它对于航天员 或者说对于我们未来探测太空呢 都是有巨大作用的 这里面包含的技术含量实在是太高了 但毫无疑问 大家基本上都选择的是白色 那么主要原因呢 还是要啊 这个防止各种各样的这种辐射 好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B 深山飞 对 答对了 加10分 现在总算是 回到100分了